好 这应该是高兴 我们的机师都非常的优秀 但是不开心不起来 就是我们的机师太优秀 全部都被挖走了 反而我们这边出现了人才荒 未来我们的飞安 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可能是非常的不安全了 先凯 可能是吧 因为要养成一个飞行员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好不容易养成了 那你肯定又飞到国外去 帮别人去卖命去了 那剩下来的人 就可能比较知浅 要不然就是要重新训练 所以可能飞安算是一个 不是很好的事情 那我认识一个王教官 他就是已经先到韩亚航去任教 那他当初在台湾某一家 也是蛮有名的 所以不只是教官 现在是不是除了机师之外 连教官都被挖走了 整批被挖走了 那么还剩什么 没有 就是像好比说深圳 四川航空 就我所知 他们的薪水待遇 大概是台湾的两倍 还配房配车 还把你全家都接到成都 跟深圳航空去 就是深圳他们那边去居住 所以像上次他们开航的时候 那我是搭乘四川航空公司 那我是没有想到 一半的空服员 正副驾驶 一半空服员跟正副驾驶 通通都是台湾来的 通通都是台湾来的 然后就住在成都锦江的南岸那边 那里有一个大院都是 叫台湾大院吗 对 台湾大院 几乎他老婆小孩 通通都移到四川 所以中国大陆的挖脚 跟国外的挖脚 这证明是台湾的飞行师 是的的确确是不错 可是一旦那你挖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就马上变成断层 所谓断层不是老的太老 就是小的太小 而中间层没有 这个是台湾 目前航空界所面临的问题 其实刚刚立刚有提到 我这边有一个图表 来看一下正驾驶跟副驾驶 是不是凸显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像正驾驶他飞行的时数 他有22年的飞行经验 那么22994个飞行时数 那么副驾驶的部分 只有2000多小时而已 这凸显的是不是一个青黄不接 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比较就是人家都用高西码 高你一倍的薪水 就把你挖过去了 那本身的话 最重要的中阶层的这批 就是这种壮年期的 这批飞行员的话 有的是军方出来的 有的是本身航空公司 自己训练出来 这批飞行时数又够 那七八千个小时以上的 可是这批人到哪去 很多人有些已经跑到 跑到大陆去飞了 那也就变成说 那这些一般来说 我们怎么讲 飞行员他本身的经验累积 是非常重要 经验累积够的时候 因为你在天空当中的 天候条件跟环境场来说 随时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你在整个操控上面来说 你就知道说 我这个紧急状况 我在瞬间一秒钟 两秒钟 我要怎么去应付 我要怎么去解决 这个突发状况 让整家飞机可以平安的降落 或者平安的通过 这个最恐怖的一个乱流区 这就是一个飞行员的经验 那现在的台湾人 要呈现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也就变成说 你有断层存在的时候 老的这批经验是绝对够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年轻的一批人 在接班上来的时候 你如果他们在养层教育养层之后 又被挖走的话 那你就变成 你一个断层越来越大 洞就越来越大了 那飞安的上面来说 你说平常自动飞行 开始自动飞行 没事就没事 一个突然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马上切手动驾驶的时候 你那时候灵场反应 跟应变要怎么去应变 那就是个大问题 是 好 针对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待会还要持续来讨论的 会扑星航空 会不会因为扩增的比较快 所以再加上有人财荒 也因此衍生出一些问题 马上回来